翔 云 阿 第三教練 主要就是談到Cousins如何融入體系 還有小安跟高錦緯的使用說明書 貝特公今天的一個禁局來講是比較矮小的 所以他會比較積極一點往禁局做進攻 蔣云安給到柯羅馬 轉換過來再交給左邊 林慶寬低腳的三分球投進了 阿飛翔對位的防守 蔣云安 假投真傳給到劉元凱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蔣玉安給到劉遠凱 我覺得可能換了泰龍之後 他們應該也是想要能夠來解決這個得分的一個問題 努力的把球之後救回來 眼見差一點要被操走 對方要轉換快攻在卡珍把球救回來 克羅馬外線左邊地角3 剛剛也在快速的退防當中幫助球隊抄劫 再來一個三分球卡珍完全打開了 沒有分差的比賽 這球掉了 魏家豪 掉球了 蔣玉安轉換過來給高經緯 再給到蔣玉安 反攻上籃得分 魏家豪 克羅馬差一點把球撈到 最後球還是回到了雲豹的手上 身體的高度也拉高得非常多 蔣玉安的操球轉換過來 蔣玉安自己上籃得分 超捷帶動的轉換比較矮小的一個後衛的防守來講 的時候他必須要更加的小心 因為小安的操球來講是非常非常的犀利 才說到超捷 另外又是小安的超捷 當然這一切都來自蔣玉安中路的一個超捷 這一節特攻發生了三次的失誤 而且這三次的失誤代價都非常高 都讓雲豹在轉換快攻都有很好的一個收穫 看一下剛才的情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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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懷華教練在場邊大聲的抗議 當有人發揮不好的時候 總是有不同的人可以跳出來 而且你看前陣子在小安的身體 哇 三刀尺路啊 單刀切入的小安 這是退防的一個機制 都讓雲豹有很多的機會 能夠去做一個切入的一個動作 哇 哇 看這球殺進去的時候 球直接被撈走 對小安的防守真的是判斷的非常的快 這球又讓他抄下來這一球 小高的拋射沒進了 手撥打出來還是雲豹球 蔣玉安的三分球投進 今天雲豹的外線很穩 對 卡爾森現在就可以把他的角色專心做好 把球給到小安 切入台北用光雲豹拿下勝利 他們賽季的戰績來到十勝 四敗